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来到二世祖 大家不要觉得我突然间 改变了Partner 不是Be 其实是这样的 来到接近农历7月 大家都明白 也很想多些鬼话 有见及此 我也知道大家的喜好 也是时候叫Be休息一下 我邀请嘉宾上来说 古灵精怪 真是见鬼 或者有哪里 猛鬼或者嘉宾的亲身经历等等 今天就请到我的好朋友Mo Mo 你好 肥叔 你好 阿Mo 那些行业都易壮 还有一个本人 我再问他本人 据我所知 他有做娱乐界 或者是我们的拍摄 媒体界 又做个Partender 对吧 你看他新的造型 也有些Partender的感觉 所以其实都比较容易 撞到这些经历 但是他本人的能力 是有一定的 有感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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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到家人说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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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怎样 有些意志能力 怎样 还有我家常常都 会见到先人 那些 那些 这个很正常 我都听到很多人说 如果老人家 或者长辈 从事这些行业 是有机会 是遗传到 影响到 不是说人家的阴阳眼 常常见到 那些 等于那些鬼眼 那些鬼眼 就是不是你控制 想见就见 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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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就见 其实那时候挺吓人的 你小时候不怕吗 突然间 各位一个人蹲在那裡 原来不是人 你不怕吗 不懂 最初不知道 怎会知道 最初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看到 是很实体的 其实很实体 不是说你很透明 那些 但是有些可能是半身 有些 是 因为大家 如果都听闻过 有些朋友都有阴阳眼 或者那方面 有些是见到 好像能量一团 也不一定 也有 或者有些好像煙霧 那样 形态出现 也不一定 我听过 或者有颜色 就是有颜色 那你只能反过 是实体 好像是人 如果不是 那你怎会知道 他不是人 反过来 有时 问一些朋友 你有没有见到 那个是什么人 那你有没有 那他就没有 或者 总之 只是我见到 怎会你们见不到 不是 如果小时候 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很喜欢 叫你去宿营 和去旅行 露营 我们的村童 村长大 都是通街跑的 周山走 周山走 整天见得肯定多 那你可不可以 如何核实 你是问 家人 有这个能力的长辈 或者这方面的 认知的长辈 原来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遗传了一些 那 还是出去问 那些师傅 或者你爸爸 妈妈带你出去问 没有说是否核实 有时真的 那些人 真的说 你见不见到 问得多 知道了 那当然知道 尤其是农域出入 是不是真的多了 其实不是的 周围都有 是 我们见到 好像很平常 那样 譬如说你去到 一大新地方 你真的会觉得 那里是有东西 就有东西 我都相信 就是 小时候 尤其是我们玩的附近 住的附近 很多山边 还有有些 真的草叢山边 在太平山附近 什么龙虎山 总之 那些阿婆 那些老人家 真是上楼的老人家 就说 你小子 玩玩玩 你总之 不要乱踢东西 还有你 麻烦你走去 樞鼠的时候 你真的说一声 那这个 我习惯都有 一直保持 那时候就是这样 那确实是 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些 可能你真是 熟了来 你真是不知道 但是你最深刻的 那麽多年 你最深刻的 譬如那麽多年 有什麽经历 或者有什麽 见到 你真是觉得 哇 你都瞎一瞎 你瞎一瞎 突然瞎一瞎 那些 会不会 习惯了 都很难瞎一瞎 好像那时候 在广州酒店 那样 看到头在桌 他又敲桌 那我都 你不要搞我算了 我没有理由 会搞你 就是 你只能见到 好像他那样 有个头在桌 但他又敲桌 立刻加在桌 但是又敲桌 我那时候 有时候我工作 有个写字楼 就是酒店 有张桌 有张摺桌 有时候 我在广州 回不了 在那裏睡 下不了你 下不了你 下不了香港 就在那裏睡 那麽第一次 在那裏睡 那麽 就 真是 见到 他见到我了 就见到头在桌 那麽 我不理他睡 接着 他又敲桌 其实他敲桌 就是你阻碎 他要我看 他要我 不知道 即是他要你害怕 我某程度上 平时没有人在那裏睡 你都在阻碎 我感觉上 否则他突然搞你 是平时没有人在那裏睡 是的 平时没有人在那裏睡 他是自由空间 突然做了那麽大件事 在那裏阻碎 但最坏他又见到你 如果他见不到你 又或者 他跟了我几个月 蛤 跟着我来到香港 那麽远 接着 那间寺词楼 有个龟 有个龟 好像同事 常常找些 料给他 他不理他 他不知为什麽 龟见到我 零零色色 摇头摆尾 他笑 那些人跟我说 龟跟你笑 只是你才是这样 那麽搞笑 是的 但是 你也看到他附在那裏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后来师傅跟我说 我找师傅跟我说 但你跟他的淵源 那麽夸张 他要跟着你 不知道 可能我不理他吧 总之他跟了我四天走 做事 澳门 香港四天走 那麽很夸张 是的 但他又没有侵害过你 任何东西 他没有侵害过我 但是那麽很黑 是 很黑 那麽我还不见了 我去澳门做事 还不见了十多万器材 相机那些 哇 是啊 慘过落袍兜一转 真的慘过落袍兜一转 真的慘过落袍兜一转 不是 你应该 你如果预知 或者当时有些感应 你应该跟他说 喂 不要烦我了 你帮我赢钱 你走下去兜一转 可能他真的帮你赢十多万 不是 我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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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跟朋友去生我当 迷你狗仔都出来咬我腹脚 我也不知道 去到朋友家 他的狗很纯 但见到我又不断吠 我下了楼 都还要吠 吠到我不见了人 都还要吠 那麽就像 就是他跟我家 但他从来那段时间跟你 但没有对你做任何事 或者说任何事 通常灵体如果这样跟法 或者有依附去计 可能有些所求 或者有些缘分 总之有些东西 但他从来没有 不知道 真的没有 但那些是女鬼 是女鬼 没有搞过我 我也想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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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是想吸你的精气神 我也想试一下 但是 你那时发了阴梦 你不觉得 在吸你的精气神 没有 那一陣子太忙了 打飞机也应该没有 没问题 可能他教了你 不知道 吸了 你吸了 怪不得 你给我一些快乐 他快乐 他给不了快乐 我 你那时已经睡了 他可能已经睡觉了 人家说应该很快乐 应该给鬼搞事 所以 第一次 他不用告诉你 他自己 自己供吸 自己 吸了就搞定 很肯定 我告诉你 动物是感觉到的 动物是见到的 很明显见到的 没有理由 但是后来 没有做过任何事 后来 师傅说 都走了 因为 我就是说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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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材 然后 我回去找师傅 问 师傅说 有个女人 这几月很烦着你 我以为 当然是有企人 但是说 说一说 好像不对了 他跟了你几个月 想想一想 不对了 然后我问 师傅 我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他在酒店跟了你几个月 跟了你几个月 你又想起 就是广州的酒店 然后 跟师傅在谈 师傅说 我转头和你搞 我先搞其他人 我转头和你搞 然后 叫我坐在一旁 然后 来了 我的腹脚 膝头的位置 是扔的 不断扔的 不断扔的 我自己看着 那天 老死也不走 然后 那天 师傅和我修了 是 那肯定是 不怪的 师傅有你 正如说 在酒店间 跟了几个月 那算吧 师傅说得很实在 你知道在哪里 真的很实在 其实也是 我试过有一段时间 某个师傅朋友 正如是反转的 我那天最好笑 他跟我说 真的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真的很多年前 他跟我说 肥松 不要去阴暗的地方 不要去玩太多了 不要虚好很多精力 他跟我说 虚好很多精力 那时候 还是很老虎 打几个 一天可以打完籃球 踢球 那些时间 他说 不是 留一些精力 给自己 不要玩太多了 他说 我很少见一个 这么大 这么精壮的男人 这么阴 他说 这么阴 我说 有多阴 他说 你真是阴 他说 你不要再那些 那有什么方法 他说 去大庙 去大庙 走个圈 装香 曬太阳 这样 就是多一些阳气 我回想 又是 就像你这样 回想 自己去哪里 原来 那段时间 我女朋友 就在某个地方 然后 我经常去她 但是 她那里 那一栋楼 她刚刚住一楼 长年不见天人 即是不见光 遮着曬 阳光 她又经常不开灯 很喜欢 躲起家 出不出去了 她说 去外卖 但是也不开灯 即是整天都黑黑的 那我就在想 咦 像是 那我再问师傅 之后隔了不止一两个星期 他说 其实呢 是有东西跟着你的 即是你可以触犯了 或者冒犯了某些东西 你多些去大庙 装炸香 那样 类似 就是 大家 所以不要多有这样多夜长 晒 太阳 她说 那些庙 走着 走走走 乡都可以的 那之后 那之后还有什么 挺深刻的经历 说一下感應 说一下感应 那你信不信 有人死 会透露一些亲戚 或者通知信得爱人 我相信的 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我婆婆離開之前 因為她有一點腦退發症 但是 她突然有一天 她打給我儀長 說開話對答很清醒 她說我快要死了 她真的跟我儀長這樣說 我很餓 我快要離開 我儀長說 別再說這些話 沒事了 第二天 她突然間在我家 只有我舅舅和她 她突然間 站起來 吐氣 然後突然 坐在沙發 暈倒了 然後我舅舅立刻 咦 不對勁 報警 一夜斷氣 醫生說她當時應該已經斷氣了 這個也有些類似感應 沒理由 說自己 我明天就死了 我就死了 2001年 我在Disco工作 那時我有個女朋友 她婆婆在廣州過了100歲 在廣州 那時我在香港 女朋友去了泰國玩 然後 她有一晚吃飯 我記得是吃滷水雞翼 然後 無端端吃飯 我咬第一隻雞翼 那些酒樓筷子一對斷了 哇 很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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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行屈也很難斷 那天有十幾個同事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吃飯 每個人都看著我 我自己真的害怕 然後我立刻不吃 飯也不吃 馬上回去拿電話 打給我女朋友在家 然後到處打給熟悉的人 有沒有事 那天半夜兩點鐘 不是 半夜三點鐘 然後她都沒事 後來到第二天早上 然後我女朋友的媽媽就打來了 她就在那個時候 她婆婆在廣州去了 是 不奇了 我也有類似 我自己 我阿姨那時腦出血 進了醫院 那天我們也有個醫院看過 醫院就說 其實她的機會就很美了 血液已經浸到腦幹那裡 或者小腦那裡 然後我們回家 等到晚上深夜 沒有人睡得著 當然沒有人睡得著 然後我很記得 當晚其實是很冷的 但是我在家 大家都知道我都怕熱 其實我穿著大衣 雪褲 其實那天晚上大概11、12度 我當時住在潘南道那裡 冷的 不過 老實說 室內 關了窗門 穿了一件大衣 沒理由我這麼大 哇 怕冷到什麼 就在凌晨 我想兩點多的時候 突然間我發冷 穿著大衣 還發冷 哇 一邊震 接著沒有啊 哇 一邊走 站著 完全是這樣 然後好像話事解 突然間就收電話 其他家人 扣帽子 就說醫院通知 立即去醫院 大家在一起 然後去到之後 見阿伊最後一面 其實問回 其實如果看大時間 都差不多 感覺上是否他通知我呢 因為我跟阿伊感情很好 那我就覺得是不是 因為沒有可能 我一個這麼肥大 那麼氣泡乾的人 在家裏穿著大衣 雪褲 雖然說11、12度 但是沒有可能是冷到 我是全身都冷 是全身都 即是好像僵凍那隻 明明就整陣寒氣 這個我也相信是有一種的 余兆 再加上我舅父 其實我阿伊出事之前那一晚 她說 其實她說回 即是她那朝早凌晨出現 日老出現 但是她說 舅父呢 大舅父 她說是 整晚深水不靈 睡不著 很少 她說沒有這樣 但原來這樣真是 深水不靈這件事 總之很多事情發生 今年 今年有一宗 我無緣無故睡到 睡到 早上10點多鐘 哭 不斷流眼淚 是呀 睡著了 真的濕了枕頭 我醒了 然後又沒有事 然後又是死了 打電話給人說有沒有事 後來又是到晚上 然後又有人打電話給人說 我一個很專門的長輩死了 就是那段時間 就是那段時間 你也很強 感應都 但是如果看到呢 除了你自己本身之外 你可能旁觀者 看到有沒有靈體去騷擾你某些朋友 親人等等會見到 有沒有見過一些 真的見到 或者甚至那個靈體 跟你溝通知你見到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聽過很多個案都是這樣的 靈體就是會有要求 有什麼 就會跟見到知道的人去問 幫忙吧 有什麼要求 你這麼多年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這些 沒有說要找你幫忙 反而沒有 反而沒有 好像有一次在酒吧 整班男人在開會 全部男人沒有女人 在開會 他們在說鬼 我們都明知道 找師傅看過 整間場都是鬼 正常這些夜場一定有 是啊 但是他們說八點多鐘在開會 你不相信 然後 他問我看不見到 我說有個橫色褲的 坐著站著看著你們 全部都是雞飛狗走 你們說不相信 我說他站著很久 一直在看著我們 做橫色褲 不是啊 你們想想 讓我回復 我剛好 之前看過的節目 就是外國的 又是說酒吧 即是英國的酒吧人士 很多很有歷史 一百幾十年 其中有一間酒吧 邪到是怎樣 他們都知道 其實那些老闆 那些酒吧 甚至有一次他們拍了 這樣拍 最神奇的地方 不是拍到靈體 他拍了什麼靈體 他只拍到一個氣球 自己 可以不規則地 穿過一張椅子 即是經常拍到這些 接著又拍到自己開門 總之一關門 打了樣子 就快來了 那些東西 很厲害 真的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做過一間 其實老闆一路一路都知道 那些員工 一收工 每個人都放三支力多 還有兩包糖 在其他一張桌子 那些是年輕人嗎 即是安寧太太是年輕人嗎 不知道 每個同事都叫阿妹 是嗎 有賣 叫阿妹 是的 每個同事都叫阿妹 還有 關門後 然後我們就不會說 留了東西 留了重要的東西都不會回頭拿 是 好像試過有個同事 不知道他們說 試過有個同事 回去拿東西 一開門 正在開派對 哇 整個音樂都在爆機 一直在開派對 然後就馬上關門走了 但是老闆說不信 說不信 說不什麼 然後 這個傳統也有在 哇 都很厲害 但是你沒有見過 見過 怎麼會見不到 我經常都見到 有時候他阻礙我收錢 我罵他 走開 沒有人叫我傻 但是 那些資深的同事 就會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一喊 在酒吧 只有我一個人 收錢就是我 你知道我無緣無故在罵 走開 他就知道 我做事都會妨礙你 走過開一點 他很喜歡站在收銀位 和廚房位 還有 我們一直懷疑 那是鬼門關出口 有一個 在角樓的 總之 每逢 那一場 兩點就收了 但是 你知道有人磨爛石 但以前兩點就早了 因為那些 老闆英式酒吧 很講規矩 兩點就叫做打仰 最後一場 在灣仔還是這間 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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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應該 如果你自己想想哪一間 在大圍 你實在是無難隻 我們有時候都想聊天光 每逢一到四點鐘 他上去後欄 即是上去角樓那條梯 就會響 響一下 你不相信 然後響一下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然後客人馬上說 不是我趕你 是他叫你走 很多客人都聽過你 他叫你不要妨礙 兩點後就反轉到我們 他不是兩點後 是四點 總之四點 他們是四點 即是兩點三後 即是他叫你磨爛石 你不要妨礙 三門打仰 三門抖仁我 到我們 當然了 其實四點都沒有什麼時間 很快就天亮 又開 但有時候歐聯那些看球 太多人 可能就沒有辦法 他都會養你 他真的不會搞你 不會停電 所以夜店一定是最多 不用說了 一定是 酒吧是比較多 即是你的工作 因為酒吧 和經歷都比較多 通常都有 一定有 其實到處都有 但你有沒有機會看球 所以那個理論 就是 經常都說 其實都是人來的 娛樂場所 夜店 電視台 電台 甚至網台 網台都有 怎麼會沒有 一定有 甚至我們以前 舊公司也有 黃國曾經有一間Disco 也很出名 很多人都見過那個阿伯 臨打仰 就會見到發光的阿伯出現 很多人都見到的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很厲害 第一 很多人都見到 第二 他還要發光 即是他有什麼事 那間Disco 一個是在 卡拉K房 卡拉K房 阿伯 還有鐵爐 好 如果我說到這樣 應該都很厲害 很多人都會知道 很厲害 今天暫時就這樣 因為阿Mo不止 幫我們做嘉賓做一集 這個只不過是序幕 當然 如果你很喜歡 這個二世祖 麻煩你 支持我們節目 按讚 甚至可以留言 當然要先按鈴鐺 按鈴鐺 按讚我的YouTube Channel Chill Channel 你就可以一有二世祖 又或者我會上傳一些 以前的神秘學節目 到時就可以大家繼續收看欣賞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集二世祖再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 7月14日快樂 一定有收穫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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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